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有这么个村子 这村子里边有这么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可绝非等闲之位 据当地人说 说他们家是四到五代人 全都顶着老仙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堂口 跟正常人家里不太一样 他们家是男的不顶女的顶 我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你家里的老大娶了个媳妇回来 这老仙呢你就得传给自个儿媳妇 当然了他们家要是说有闺女的话 比如这代人赶上有闺女了 这个堂子就得传给闺女 然后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一代 传到了现在 而且据他说呀 他说这户人家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这个 传过来老仙的这户人家 而是他们家的老太太 是人家打娘家带过来的 可是这周围的人呢 都贼信他们家 都拿这个老太太当老神仙 但问题是老太太 逐渐的一天一天的老去 那岁数特别大了 然后赶上了自个儿的孙女 要嫁人了 结果嫁人前呢 老太太估计是瞧出来了 自己的时日有限了 然后就呢 在这孙女临嫁人之前 把这堂子传给孙女了 按说这些事都是后来民传的 人家家也不可能公开 敲大罗格村里喊 我传给我孙女了 那不可能 都是后边传的 可是没些日子呢 他孙女就出了阁了 嫁了人了 估计也是他孙女 嫁了人之后 又谁有这么个灾病啊 有点什么事啊 找老太太去了 老太太说 你现在别找我了 你上我孙女 嫁的那个村 不是你找他去吧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已经都传给他了 估计呢 当时就是这么着 啊 一下子传开了 肯定老太太自己说了呗 就是孙女 把那堂子带走了 从此之后 这事情就这么传开了 大伙就都知道了 甚至老太太家 周围的村子呢 真的有人 跑到他孙女 那个村子 找到孙女 看事去 可问题是 他孙女这边 刚结婚 你跟人家婆去 你弄这个事 是吧 你过几年弄 没问题 所以他孙女呢 一开始就是聚 就那意思说 我现在太年轻 我刚过来 等过些日子 我再弄这个 现在我不能弄 但是谁也没想到 本来都挺好的 他孙女嫁过去之后 可能还没一年了 也没怀孕啊 两人就刚结婚 不到一年 他孙女给病倒了 病倒完了之后 周围的村子 就开始传呢 是不是他这孙女 担不住啊 老太太身上的东西 太厉害 但是没传了几天 他孙女那个病 就越来越重 人家婆家那边 就送信来了 说这孩子要 要不行了 赶快让他们家 派人过去瞧瞧 然后他们家人呢 赶快就过去人了 过去人之后一看呢 果不其然呢 这孩子是突然病倒的 有这么一天 突然就不行了 然后没隔了三天 就天天的吐血 据说这血啊 一咳嗽 一汪子一汪子 往外边吐 把人婆家吓坏了 这怎么跟人家孩子 娘家交代呀 刚嫁过来八九个月 怎么就病倒了呢 那然后他们家人 过到人婆家一看 的确如此啊 自个儿闺女 睁眼瞅着就不行了 他们家人挺疼 这闺女的 然后爸爸就做主 跟婆家那边说了 说这结婚也不久 我们给接回去吧 要是能救活了 我们就给您送回来 要救不活呢 那咱也就只能这么着了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孩子 会得了这个病 说完之后呢 就把这闺女 当时呢 就给接回去了 接回去是拿了个 大板车拉回去的 这一路上啊 据说都在犯病吐血 别提多吓人了 可是回了家之后 奶奶一见了孙女之后 按说正常来讲 孙女病成这样了 打小娘俩就亲 那最难受的就是奶奶 可是奶奶跟个没事人似的 告诉她爸说 没事啊 孩子没事 放我那屋放着吧 我帮她看着 应该有个十天八天就好了 可这女的 她爸跟她奶奶 看法不一样啊 马上就跟她妈说呀 嗨 妈 您别跟着捣乱了 这不是那个外病邪病 啊 小梅 小梅得的这是食病 你看看这血兔的 妈呀 就不活了 我这闺女 咋这么命苦呢 妈 哎 咱给小梅准备后事吧 想折吧 老太太看法跟儿子完全不相同 儿子贼被关 说完之后 老太太当时就急了 你知道该批呀你 啊 你快去滚蛋吧 你快滚犊子 你快出去吧 啊 你别管了 你就晾我这屋 你们也不用进来 用不着你们管 七八天 那孩子就能弄好了 那当时处于小梅的爸爸呢 不用说了 自个儿妈妈本身就周围出名的仙 是吧 那这奶奶也就是成为了这小女孩的 唯独的救命稻草了 后边啊 爸爸什么都不干了 见天的就是给奶奶和小梅他们做饭 弄好了呗 陪着 尽量是看看孩子还有没有救 或者说是看看自个儿的妈 能有什么手法 嘿 可没想到 也就是到了第三天到第四天 当时这时间太久了 记不清了 一天大半夜呢 大半夜小梅他爸都睡了觉了 十点多钟 把东北人睡觉早 结果听见门外边有人敲门 没两下小梅他爸就醒了 谁啊 可是还没问完了 只听老太太个屋里说话 没你事 你别说话 你不用出来 小梅他爸一听 啊 什么事啊这是 虽说妈妈说不让他出来了 他可以不出来 但问题他能不好奇吗 所以跟着小梅他妈 好像还有小梅他哥哥 就扒着门缝往外边瞧 我去 结果一瞧 大半夜奶奶起来了 起来慢慢走到外边 明显是给敲门的那人开门去了 结果一开开门 进来俩男的 这俩男的穿了一身白衣上 长得特别干净 跟咱正常不相同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的人都比较脏啊 卫生情况跟现在不一样 但这俩人呢 就感觉像是打香港来的似的 贼身上冒着光 当时小梅他爸妈看完都傻了 哎呀 这俩是干啥的呀 可没想到 俩人也不进门 就是跟奶奶在那不知道说什么 当时啊可不是听不见啊 是听得见 但是说的语言咱们听不懂 支支吾吾的 吃完之后呢 这俩人就走了 走完了你说小梅他爸半夜 能不出去吗 一看俩人走了 他爸赶快出门了 娘妈 这是干啥的啊这是 结果老太太一下子急了 哎 我不知告诉你 别看吗 别出来 你不用管 你们害怕 可小梅他爸这会儿 妈妈搁这儿守着了 怕啥呀对不对 就继续又问老太太 妈呀 到底啥呀 结果老太太告他爸说啥的 说 哎呀 你不认识人家 你没见过人家 人家小时候啊 可还给你瞧过兵了 啊 这是谁呀 这就是咱家那二位仙儿啊 我去小梅他爸听完都懵了 不是 这这这这还能来咱家什么 娘 可是老太太不给他解释了 把儿子就给推进屋去了 说那意思你别管这事了 再然后这天晚上 那事就翻了篇了 后边他爸家里的人 也不可能把这事跟外边说去 对吧 不可能跟人家说这事去 可是又过了两天 一天半夜十点多钟 又有人敲门 而且这回敲门的劲儿比上次大 由于敲门的劲儿贼大 没两下小梅他爸又醒了 可这回醒来呀 他爸有记性了 不出去了 也不说话 扒开那小窗户枕缝儿啊 就往外边瞧 一瞧老太太一会儿 披着衣服又出去了 而且这回一开开门 我天呐 外边来了三个人 其中啊 有两个他见过 就是那天那俩 穿着白衣裳的 可是又带来了一个 长得跟个凶神恶煞似的 这人的形象啊 就有点像在水浒传里边 那个李逵 一米八几的身高 大冬天的 他穿个开怀的衣裳 露着大胸毛 长得像像宰猪的屠户 小梅他爸当时一看 我娘能来的 这都是什么人呢 这要干啥呀 可没想到 老太太一见了这人之后啊 跟这人关系还挺好的 俩人还挺还是有说有笑的 然后引着这三个人 就把这三个人带屋去了 那您琢磨小梅他爸能看着吗 跟着他妈一看这个 就潜入出来了 潜入出来之后呢 就八门缝 看老太太在屋里边 带着这仨男的 到底在干嘛 我天呐 结果这一看 这仨人 把老太太的孙女 横放在一个桌子上 两个桌子拼一块啊 一个大长桌子 放在上面给小梅身上盖块红布 不知道拿手在小梅肚子上 在干什么 可这会儿小梅他爸爸不敢管 再加上又有妈妈在里边了 就是奶奶在里跟着了 奶奶都不闹 她闹什么呀 两口子只能在外边这么瞧着 然后这一折腾 就折腾了二十多分钟 然后二十多分钟过后呢 明显这仨人忙活完了 就要走 奶奶当时在屋里跟人家 寒暄了几句 推门着就出去 要送这三个人去 然后小梅他爸 当时一看这要出来了 转头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敢等这三个人走后 小梅他爸这才敢出来 出来直奔老太太房间 妈呀那仨人到底是干啥的 咋了呀 可是进房一看 天呐 只见小梅 躺在那桌子上边 肚子上全是雪 当然这雪他爸看不见啊 是印在红布上的 因为小梅肚子上盖着块红布 而且在这红布边上啊 还有个小铜盆 铜盆里边满是血水 但是在血水上浮着 一粒一粒的都跟玉米粒大小 这么一颗颗的小肉珠子 小梅他爸当时一看就蒙了 娘啊你这是把小梅咋了 可是老太太说 你别管 啥事没有 说着就把小梅肚子上 那块红布给掀开了 可这一掀开啊 只见小梅的肚子 把衣服半疗开 布上都是雪 肚子上也是雪 可老太太拿毛巾这么一擦 肚子上是一点伤口都没有 转头老太太就跟那个小梅他爸就说 看这不没事了吗 明儿就活蹦暗跳了就好了 我告诉你没事不用担心 那这下小梅他爸爸更蒙了呀 娘那我快帮着您把孩子抬回去吧 然后小梅一直就是不省人事 给孩子盖上被子 让小梅继续睡觉了 最后这天晚上小梅是五点多钟醒的 醒来之后就一声不带咳嗽的 而且特别的饿 找奶奶找爸爸就不停的要吃的 据说连夜家里给小梅蒸馒头 大早上起来四点多钟 他们家就点上炉灶开上火了 最后到了中午啊 小梅是连吃带喝 吃了得四个大老爷们的饭量 而且赶等到了下午就更厉害了 小梅吃完饭吃饱了 躺了一会儿 下午一点多就起了床了 起床不但没事了 还要帮他妈妈干活 小梅他爸一下搅着这事太蹊跷了 就认真地问了下老太太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结果老太太就说了一句话 告诉他爸说 咱家呀 是胡家的 胡家是瞧不了石兵 可是这山里边的仙儿多了去了 为啥我说没事呢 我就让他找人去呗 然后从山上啊 把虎二爷叫下来了 虎二爷会看这个病 你看 我说咋样啊 这孩子 这不好了吗 然后小梅他爸当时一听完 恍然大悟呀 转过来就跟他 这老太太就说 娘啊 合着昨天晚上 铜盆里那个黄疙瘩 那都是小梅肚子里边长的 我跟您说 您别以为老太太真没文化 那会儿的人不懂什么事 什么矮呀什么瘤 真不懂啊 但老太太说出来了一句 说啥呢 嘿 你才刚知道啊 可不是呗 那孩子肚子里长了一堆 那小肉嘎的 你说咱这姑娘 能不往外吐血吗 哈喽朋友们好 我又给大家说故事来了 话说今天晚上的故事啊 我想您看名字就能看出来了 没错 医院的事 因为名字嘛就叫 我是一鸣医生 但是这个故事呢 绝对是个邪门的事 但是他不是说那种太吓人的 可是呢 我敢开场就跟您说的这么直白 告诉您不吓人 但还在这给您叨叨给您讲 那就证明这故事它绝对有意思 不是说所有的灵异故事啊 都得往吓人上说的 不是 有些事它不吓人 有些事它不吓人 但是让您听着啊 喝 觉得太奇怪了 这故事是由咱们家啊 一个姓张的大夫给咱讲的 这大夫是南京人 说的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南京 张大夫今年呢 四十多岁了 四十三四了 是个女医生 他说的事呢 发生在他三十来岁不到的时候 二十八九 就在他上班的医院 他撞上的事 说话这张大夫的事啊 得退回到十三四年前了 十三四年前呢 张大夫三十不到 但是当时呢 已经有几年的从业经验了 已经是正式的医生了 但是呢 他说我那会儿 刚巧赶上一个分割期 什么叫分割期呢 我算不上主治 我也不能就是说 单独的怎么怎么着 比如说小头疼脑热 我给你断一断 看一看没问题 所以说我还得需要老医生带着 这医院医生的工作啊 才有好多朋友不了解 我就简单给您说 张大夫当时啊 算是正式晋升了 就能成为单独性的医生了 不再是之前的那个辅助啊 什么的了 但是呢 这医生一旦升格之后 你就得开始各科室轮换 你得去各科室上一段时间班 所以咱接下来的故事呢 是发生在病房里 当然为什么说这个呢 是你张大夫现在不在病房了 只是那会儿他要轮床岗位 啊 在病房上班 遇上了怪事 这事就是一天下午 平淡无奇的下午 啊 张大夫刚调到病房这边来 都不超过五天 还正在交接阶段 他还不了解了很多事情 但是心入这个诊科的医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得先认识病人啊 跟着护士 那个张医生您注意一下啊 这个六号房有个老太太 她这个挺危险的 您没事得稍微盯着点 还有就是咱十三号房 我还得带您看一眼 那边有个孕妇 也是挺危险的 她有心脏病啊 这个您也得特意关照 这都是护士当时呢 给张大夫介绍 经过一番介绍呢 张大夫就了解了 他管的这层病房里边 哪个病人是需要特护的 得注意 所以张大夫呢 当时很负责任 没事就留在病房 尤其是刚才咱提到的 其中的一个岁数偏大的 这么个女病人 还有一个是个孕妇病人 这孕妇病人呢 等于是没到生产期 可是必须得提前住院 为什么呢 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实际上按说 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的女人 生孩子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人家不行 人家家得要孩子 所以呢 提前啊 临近生产期的一个半月左右 人就住院来了 天天观察 那么处于刚在这 到了科室呢 上班的张大夫 肯定得盯着 所以那段时间呢 张大夫说 他们俩人的病房 我跑的是最多的 经常去 尤其是到了张大夫 首页 直夜玩的时候 那去的频率是更高了 可能隔个一个小时 过去得看看去 有没有动静啊 而且您注意 她是夜间探望 去的时候 你还得脚步轻 你不能影响病人的睡眠 咱张大夫 天生就是个细致的人 所以那几天呢 刚到了科室 张大夫是异常的注意 但结果有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是一点来钟 张大夫职夜班 整个这一层的病房 俩护士 一个医生 张大夫当时是在办公室待着 俩护士在前台 就是有护士专门待的岗位 然后到了一点多呢 张大夫脚着外边没动静 怎么着得出去瞧瞧 可是一推开门 刚从办公室出去 张大夫就看见 他前面的过道里边 慢悠悠晃悠悠的 走过来一个小黑影子 一开始张大夫一看 应该是病人家属的孩子 小孩 然后张大夫就放慢了脚步 就看 怎么有个孩子呀 可看着看着 这小孩一下子走到了张大夫 准备要去的病房里 就是那个要生小孩的 那个女病人 走他病房里去了 而且这小孩当时也没推门 直接从门就进去了 但张大夫这角度是看不见大门的 具体大门关着开着 他也不能确定 可是据张大夫了解 那个病房里一共四个病人 没有孩子 当然了 张大夫也不是刻意冲这孩子去的 他本身也是去这间病房 然后张大夫就悄悄的 就奔这病房去了 可是张大夫接下来推门的时候 很轻 他怕吵醒里边的病人 慢慢的把这门这一推开 哎呦 只见这小孩抬着个头 翻着个眼睛 面向贼吓人 这么仰望着张大夫 张大夫刚才刚推开门 小孩就怼在这门缝这 当时把咱张大夫吓了一跳 哟这孩子 怎么回事怎么在这了 你谁家的 马上张大夫就控制了 情绪温柔了下来 可没想到 这小孩做的动作跟大人似的 虽然长得一看就是个四五岁大的孩子 但是拿手伸出来 朝着张大夫做了一个贼礼帽的手势 意思是让张大夫出去 而且一边伸着手 这小孩还用怪声怪语的声音 跟张大夫说 您借一步说话 张大夫当时懵了 哎呀 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 跟小大人似的 这是张大夫当时心里想的 可是由于这孩子的举动 张大夫就不再像刚才被这孩子吓了一跳了 说白了就是把这骨子害怕的劲儿给过去了 把重点全放在什么上了呢 就觉得这孩子一常成熟好玩上了 那这小孩本来就怪 一伸手把张大夫往外边这一支 张大夫一看试试就往后退了 退完之后呢 这小孩的动作速度也很快 也跟着张大夫出来 然后出来之后啊 这小孩还特讲究 把门慢慢的还给带上 然后跟张大夫主动的说 在小点声说话 嗯 我呀 就是麻烦您一下 嗯 就里边这个三床的这个女病人啊 明天 应该是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您千万死死的订好她 张大夫当时一看这孩子讲话 怎么这么奇怪 这说的什么呀 马上就半蹲下来 开始跟这小孩聊天 你说的什么呀 孩子 你是谁家的 这小孩逗啊 可是这小孩一脸严肃 反过来又跟张大夫说 您是医生 是观生死 您相信我 明天您十点到十一点的时候 您好好地盯着她 她可能会身体出事 但是您是我的贵人 您一定能把她救活了 我提前这给您道谢了 您这是基因德 以后会有好报的 所以您受累 明天到了十点和十一点之间 您千万帮着点她 说实话 一开始小孩说话呢 除了做的大人的动作以外 让张大夫奇怪 除了开门时吓了张大夫一跳 张大夫真没往别的地儿想 可现在 这小孩把这段话这一句说完 尤其是他说的那句基因德俩字 张大夫真有点懵啊 嗯 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呀 可是此时张大夫人在那绊绊着腰啊 整个人心里是扑通扑通的 虽然表现得出来当着一个孩子的面 他不能表现 所以张大夫这会儿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跟这孩子接下来回话 但就在这功夫 这小孩可能是看出来了 张大夫不知道怎么着了 然后又说了一句 那我拜托您了 我走了啊 说完转头 这小孩走道特别的稳健 朝着楼道的另外一端就走了 张大夫当时站在这儿 整个人麻了 这谁家的孩子呀 这小孩怎么这么奇怪呀 但是此时张大夫的本职工作不能忘了 所以接下来张大夫呀 是满脑子琢磨刚才那小孩的事 但还是又进了病房 把该检查的检查了 可是走出病房之后就心事重重 直接就奔了那两个小护士那去了 但这俩小护士特别年轻 张大夫把这事跟俩小护士一说 俩小护士听完 倒也不是害怕 但好像有点不当回事 就觉得应该就是家属的孩子 跟张大夫解释 说现在小孩都这么成熟 您别放在心上 但张大夫回到了办公室 一直脑子里边就转悠这件事 结果直到了转天 和老医生交接班的时候 张大夫亏了把这事 跟老医生输了 可是老医生听完 角度可就和别人的想法不同了 当时这老医生就告诉张大夫 啊 小张你这是开玩笑是真的 真的 就昨天晚上我遇上的 嗯 这事儿是够奇怪的 他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我都给您学了 就说的这些 哎呀 小张你说啊 我这个比你干了多多少年了 啊 我这能力不见得行啊 但经验啊 比你多点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个问题啊 但是要是我的话啊 我明天一定死死的 我得守着这女的 因为啊 你现在干的时间还是短 尤其是咱们病房那边 嗯 的确是有一些怪事 说不清楚的事 可是你让我给你讲呢 我也讲不出理论来 我也不懂 但是不过呢 你刚说的这个事呢 我建议 你就当真的听 明天呢 你就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你就盯着他 啊 兴许还真有事 张大夫当时年轻 正处于学习阶段 老医生说的话 您说他能不信吗 再加上这老医生说的东西 接地气 这人也不错 结果张大夫这天晚上果不其然 还就死死的守着这个女病人 但是从头到尾 没把这事跟任何病人说过 可没想到 到了这天晚上十点四十文左右 张大夫说记得特别清楚 这女病人身上的医器 就开始报了警了 结果呀 打十点四十抢救 抢救了整整十五分钟 把这女的才给还了魂 张大夫是有一定医学基础的 那不然不能当得了大夫 据他说 他说如果这天晚上要不是及时发现 这女人的心脏会出问题 一旦出了问题 这种孕妇一旦要是缺了养 心脏暂停 别超过一分钟 很有可能会要了命 可是这天这件事 对张大夫的打击贼大 当然并不是多大的伤害 只是改变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认知 后来这事张大夫和身边的一些长者老人聊过 但是张大夫为什么说到后边把这事释怀了呢 因为包括我在内 我看完了张大夫的给咱写的这段故事 我都跟他说 我说张医生首先感谢您提供的故事 代表咱们家所有的听友感谢 但是呢您放心 您这个故事就我从头看到尾 您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您是个好人 这是第一第二 您这绝对是积来得了 张大夫当时一听完好像他很有经验 他指定是之前问我 他说 是吧开山 好多人也是像你这么说 而且呢 嗯 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 你说找我那小孩 那是不是就是 他肚子里那孩子呀 好了朋友们 这故事说完了 啊就这么当的事 呃太过于玄幻 不太恐怖 但是咱也不能当了针了 您别往心里去了 好吧 啊不然以后这样的故事咱不敢讲了 哈哈哈哈 行了啊